《妙法莲华经》 第一章 视频第一 觉悟真理的人 已经得到各中的三昧 不动摇如山 自自在在的空性 天花缤纷雨下 大地震动不已 象征着超越时空的赞叹 一种姻缘的启示 即是妙法如莲花般的真理 在印度的某山区 哎呀 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了 王瑟成骑尘库山怎么还没到啊 哎 你看 你看 就在那边呀 啊 真的吗 哇 你看 大概有八万名菩萨聚集在那里呀 喂 走快一点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耶耶 你看 你看 阿瑟侍王也带领了大臣皇族来这里听佛陀说法哦 哎 你看那边 佛陀就在法座上进入禅定了 哦 那位就是常听大家说起的那个珍贵伟大的佛陀吗 佛陀在说完无量遗经后 把双脚不得前禅坐 然后进入无量遗迟的甚深禅地 身心一点也不动了 看 从天上标下好多铃花耶 对呀 东塞洛在佛陀所做的地方 看雨会大众的上面耶 嗯 好香啊 对呀 好香哦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奇迹显现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你去问问其他人 快去 是 大王 小的这就去打听打听啊 请问 刚刚为什么飘落天花 地面为什么会震动呢 请告诉我好吗 请放心 这是从佛陀眉间的白毫放光 变造东方一万八千个佛国净土 所显现出来的现象啊 嗯 我想大家一定都想知道 这个奇迹显现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吧 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 我有问题想向您请教 您与佛陀有素式姻缘 也曾经亲近供养无量无数的佛 您一定知道佛陀眉间 白毫放光 所显现的奇迹 具有的含义是什么 恳请您开示 伟大的弥勒菩萨 以及各位求道者 请各位仔细听着 在很久很久 无始节以前 有一位日月灯明佛 出现在这个世上 显现出与现在相同的奇迹 并且宣说教理 当时他所宣讲的法 就是《妙法莲华经》 也就是佛陀现在要宣说的一部经典 《妙法莲华经》 第二章 方便品第二 沿入真理的智者 像黑夜中的一颗明星 划破漫漫长空 来到晨世间 只为了一大是阴揽 对有情众生开启 宣说 两日 即进入佛的知见 那是超越空 害有的智慧 这个时候 世尊从禅定中安详地出帝 并对舍利佛说 舍利佛啊 弟子在 你想要知道 佛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吗 是的 世尊 请您开示教导 舍利佛啊 佛的智慧极为深奥幽远 也很难穷就通达理解的 就连声闻圆觉的菩萨也不明了 啊 这么难啊 看来以我们的程度是无法明白佛的智慧了 可是 这么说来不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了吗 如来所说的法 如来所说的法 极为深远 极为微妙 是难以理解的 只有如来才能理解 并且正悟 并且正悟如来所说的教理 舍利佛啊 就连你这么有智慧的弟子 也无法明了佛的智慧 是的 存在的实相 只有如来才能透彻的理解啊 如来会对不同根性的人 以方便之力 示现三圣的教法 引导众生脱离苦境 但 现在所说的 现在所说的是你们难以理解的 第一方便法 妙法莲华经 是唯一佛圣的大妙法 诶 佛佛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连号称智慧第一的瑟利佛 都不能了解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是啊 是啊 难道没有人能够了解透彻吗 是啊 是啊 那怎么办呢 佛佛 佛佛啊 我们现在都渴望想知道 这至高无上的真理 而且也衷心期望了解 这诸佛所称扬的第一方便法啊 射利佛 即使我说出来 你们还是无法了解 如来的甚深智慧啊 佛佛啊 请您看看这些景仰您的信众 全都因此而感到迷惑的样子 佛佛啊 无论如何 可恳请您教导我们 请您为我们宣说这部法华经的实相吧 射利佛啊 射利佛啊 不要说吧 不需要再说了 因为 一旦我宣说出来 一切世间里的天龙八部 和世人会感到惊恐不已 而不敢修持下去的 啊 佛佛啊 弟子向您真诚的请求 请您无论如何 为我们开讲这妙法吧 我相信与会的无数众生们 都曾亲近过诸佛 他们的根性非常的勇猛 智慧也非常明了 如果听闻佛佛您说出来时 一定会深信无疑的 不 不行 如果我开讲这部经 一切世间的天人 和阿修罗 将会恐惧金黄 而且 会使一些增上慢的僧侣们 内心变得更浇慢 因此而陷入大火坑的 有这么严重吗 群聚在这里无数的信众 合掌向您礼敬 正等待着您的教导 他们都欢喜着信奉 并遵循着您的教诲 而您的教导 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和永恒的生命 我们多么渴求听闻您无上智慧的法语 因为那是人们难描难会的喜乐啊佛佛啊 弟子摄利佛再次恳请您宣说这部经吧 前程的摄利佛啊 因为你三次恭敬的恳请佛佛说法 所以我决定要宣说 听好 听好 仔细听好 仔细的听着 并且牢牢记在心里 喂喂喂 听到了吗 哎 听到了 你看佛佛到底要宣说什么开悟之妙法啊 嗯 是啊 我们不是都已经开悟了吗 难道还有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吗 这 是不是在说我们的开悟是假的吗 不真实的 不不不不不不 绝对没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的 是啊 对 我们不相信 哎 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听了 哼 哼 走了 哇 怎么回事啊 好 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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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有五千名比丘 比丘迷 男女性众 相继的离去 佛陀佛 长老射立佛啊 你不必为此而担心 这些离去的人 这些离去的人自大傲慢 心中认为已经得到就近开悟 如果我宣说这开悟之理 他们会丧失自尊性的 现在 还留在这里听我说法的人 都不是多余的 也不是心智卑劣的人 你们都是真正对佛法信心巩固的人 请你们务必要好好听我说法 佛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的 但是很难正确的理解 所以佛就用种种方便 辟语来阐述这个唯一佛圣的道理 这个法只有佛 辟语来阐述这个唯一佛圣的道理 这个法只有佛才能理解 并且真正测见实相 只有佛才能彻底理解佛的教义 是的 那是由于佛 佛只是因为一大事因缘 而出现在这个世间的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为了一件事 佛才出现在这世间 佛之间的一大事因缘 就是为了 启发人们的佛之间 佛之间 佛性 所宣说的法啊 就是圆满究竟的唯一佛圣啊 第三章 辟语品第三 菩提的真理是唯一的一佛圣 没有二也没有三 二或三圣 只是方便的游戏手法 不过是为了帮助友情 征脱如大火焚烧的房子 即是三界迷惘的生存世界 尽量已幻肝脏 幻肝脏 幻肝脏 百余十点 有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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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佛陀啊 弟子忠心的感谢您的教导 由于您的无上智慧宣说佛理 使我获得永恒的安乐 听闻您所宣说的真实教理 使我能够脱离那如火烧一般的烦恼痛苦 舍利佛啊 舍利佛啊 事实上 我在过去世 曾在两万亿佛座下求道 常常教化你 我用方便法引导你的缘故 舍利佛 舍利佛啊 你今生才能在我的座下 继续学佛法 你虽然累世不断的修行 但仍不记得前世所作 以及所发的誓愿 我为了使你回想起前世的菩萨行愿 又为了其他生文弟子的缘故 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 哦 原来如此啊 舍利佛啊 你将于未来世 供养若干千万亿位佛陀 奉持着正法 聚足了菩萨道之后 便会成佛 你的佛号叫做华光如来 国民称为离构 是一个严世的非常清净的国度 你成佛以后 也同样会用方便的三圣法 来教化众生啊 他的宣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所要宣说的是至高无上的教义 是可以彻悟成佛的法 首先你们必须选择求法者所乘坐的车子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吧 让我用三届火宅这个词语来说明 从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男子 他年事已高 但是非常富裕 有很多财产 而且住宅豪华壮丽 可是这豪宅却十分的老旧 屋顶是茅草盖的 不但柱子已经腐朽 连墙壁也快崩塌了 还有这房子虽然住着好几百人 却只有一扇门工人出入 有一天 住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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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住人啊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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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 失火了 失火了 那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平安的逃出来了呢 这 这 这个吗 只剩下主人您的孩子还留在屋子里呢 怎么不把他们救出来呢 还有 他们正兴高采力的在游戏 根本听不进我的劝诏啊 而且 他们也没遇到失火这围剧 小主人们 重视 还不吵了 我真的可怕啊 好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虽然年纪老了 但是万绿仍然够强健 我这就冲进屋子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哎呦 主人啊 您就这样写不冲着了 房子这么大 也不晓得 孩子们到底躲在哪里 一个人 竹马 救出他们的啊 可是我也不能牺牲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啊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的亲生小孩啊 哎 主人 您的心情 你们被得非常了解 可是 可是 哎哎哎哎 孩子累累 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 哎哎孩子累累 孩子累累 好像是爸爸的声音 快点出来 房子吃火了 快点出来 房子吃火了 可是我们这玩家好高兴 不要管他 我们去玩吧 孩子们火灾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们还留在屋子里会被烧死的 你在说什么 爸爸 爸爸 我们听不懂你说的话 嘿嘿嘿 好 我说得够清楚了 他们还是不懂 可是我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烧死 就该怎么办呢 这这 哎 有了 喂喂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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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你快去准备呀 快快快快 好 走 孩子们 你们听见了吧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玩具 快来玩喽 有牛车 羊车 路车 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 快出来喽 啊 有玩具 有玩具 快去拿吧 好了好了好了 孩子们你们看 这牛车比路车更漂亮 而且跑得更快 能快点到达目的地 给我送你们每个人一辆牛车 哇 好棒哦 好棒好棒哦 明白了吗 这个辟语 故事中所说的老旧 又宽阔的大房子 不是别的 它就是指 这个充满一切苦恼的三界啊 在这座老旧腐朽的房子里 玩耍的孩子们 就是指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是的 一切众生 就如同居住在燃烧着苦恼 一切众生 就如同居住在燃烧着苦恼 一切众生 就如同居住在燃烧着苦恼 与不安的火宅中 但却不自知的嬉戏者 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险呢 那是因为被无名障蔽的缘故 无名 哎呀 就是说 指不明了佛的智慧啊 因为无名 所以不容易发觉房子里的凶险处境 好比家中到处是毒蛇猛兽 害虫 蜈蚣 豺狼 痴妹 夜叉等 但却不自知 这就是不明了佛智慧的无名人生 一旦房子发生灾害 一切将化为瓦地 就算没有灾害 无名的人 平时也深受着一切苦痛 就是充满着生、老、病、死、忧愁、悲伤、苦难、失望 心神不安等种种的苦 在这些苦恼中 世人往往沉溺于爱欲 心神不宁 深受其苦啊 因为没有彻悟 就没有办法逃脱这些苦恼啊 如来是否舍弃了这充满苦恼的三界呢? 不 三界虽然如同火宅一般 但如来却出现于其中 为什么呢? 因为三界就是如来的住处 三界中的一切众生都是如来的孩子 而父亲是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孩子的 因此 因此 如来借着巧妙的方法 方便教导每一个孩子 及一切众生 但是 还是无法使一些众生脱离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心中 人充满着欲望 执着其中 执着其中 而不能自拔 众生无法误得佛的智慧 所以不能处离三界 就好像没有获得帮助 是不能逃脱火宅一样 因此 以巧妙的方法 用三圣法 来救度众生 三圣法 以及菩萨圣 在辟语故事中 洋车是指生文圣 路车是指圆觉圣 牛车是指菩萨圣 也就是大圣 为了消除众生身心的苦恼 所以如来劝诱众生 乘坐这三种车子 即是三圣法 也就是说 这三种法门 可使众生离苦得解脱 总而言之 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法门 都可以处离火宅 解脱三界之苦啊 哦 原来如此啊 可是在辟语故事中 身为屋主的父亲给孩子的 是又快又好的大白牛车啊 的确不错 那是因为透过如来所彻悟的 无上教理大圣 可使世人彻底完全地觉悟达到成佛 所以方法是首先要消除苦恼 然后坐禅明思 最后使身心合一 也就是说 不论声闻也好 圆觉也好 甚至菩萨 他们不过是如来在世间 视线教化 救度众生的一种方便手法而已 如来所宣说的只是唯一佛圣 但是为了方便众生 所以又分别地宣说三圣法 如来是平等而没有差别地 把大白牛车及大圣 传授给一切众生 真是伟大慈悲啊 仔细听着 凡是获得这部大白牛车的人 最后都将成佛 这就是我的教义根本所在 凡是能够真正信节大圣的人 才能明瞭至高无上的 妙法莲华经的深意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位老长者 老长者脚材弯弯拥有的房子 放着面积碎吧 但只有一扇门 有一天突然之间 放着脚和老老 老长者得知大火惊恐万分 知你知生活在该怎么救他们 到我一时出门 他们还沉迷细心 尽管狼站着闪眼又无道 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什么是活在 什么是危险 他们一点也不惊慌 什么是活在 什么是危险 他们一点也不恐惧 老长者吃大支旅们 心中也说好 设计出山桥办法来游到他们 外面各种万物 出来的都有份 有洋车路车和牛车 都已在屋外 一听说屋外 有万物都正在跑出来 这颗山桥办法 知你们都无恙 老长者最后决定吃给他们 更好的大白牛车 更好的大白牛车 知你们都很惊喜的 到 原先不干涉完的大白牛车 大白牛车 在乱各种宝物 每个纸面都有一辆 第四章 性结品第四 沿街起实的穷子 循循秘密又匆匆忙忙 始终找不到安顿身心的地方 竟然忘了自己身上的珍贵宝藏 佛信 却不知道 一旦放下妄念 西式珍宝 就不求自得了 佛陀 佛陀 我们都已经老迈 并受到尊崇 是僧众之手 我们自己以为 已经得到不生不灭的涅槃 不用再进一步地求证佛果 这是错误的 因为世尊 您曾经使我们脱离三界 得到涅槃 我们以为这样就够究竟了 而且我们年事已高 对于佛陀您教化菩萨们 成就无上智慧之师 一点也不会产生兴趣啊 可是现在听闻佛陀开示 声闻也可以彻悟成佛 心中有所醒悟 那的确如同获得西式珍宝一般 并非刻意求取得来的 而是不求自得的 这心境 就好像是以下这个故事中 富商之子自得自得的 这心境 就好像是以下这个故事中 富商之子的心情 所有事情都没有 Awful 我们的主人啊 是各国中 所一所二的 大富豪耶 可是啊 他为什么老是闷闷不乐呢 哎呀 一定是在想念以前的老情人了 是吗 哎 我的岁数已经这么大了 活在世上的时日 也不多了 可是想起来 实在是让我感到悲哀 我虽然拥有这么庞大的财产 但是却没有儿子来继承 哎 不啊 我以前 也曾经有过一个儿子啊 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可是他竟然丢下我 离家出走了 儿啊 你现在在哪里啊 日子过得好呢 或许你已经不在人世了 就算你还活着 我现在也搬到别的国家 恐怕 你也很难找得到我路 哎 哎 时间红尘梦 几人能看透 漂泊轮回流 穿浮在梦中 人生是梦梦 是人生难分清 这场梦不知何年何愿才熟悉 流到轮回后 佛陀最清楚 唯有你流到才能登街 请问 你这里需要用人吗 对不起 我不能把这名贵的毛毯 交给你这种穷人看管 走开走开 滚到那边去吧 都没有人肯用我 肚子实在饿死了 想起五十年前 我丢下父亲 离家出走到各地流浪 结果 老得如此的潦倒贫困 哎 我想 过一次不远了 啊 真是个大富豪啊 我活这么大 都还没见过这样富有的人家 刚才那个贵族都不肯雇用我了 哎 我看这家就更迭气了 算了 还是早点离开这里 到贫民窟去 还比较容易草生火 哎 哎 这个人是 哎 来人啊 赶快去帮我把那刚才那个人带过来 主人 主人 是不是那个乞丐啊 主人 少啰嗦 走下去 是 主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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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放手 不要抓我 我什么坏事也没做啊 求求你们 帮我走 帮我走 喂 不要那么粗暴 别把那个人给吓着了 喂喂喂 醒醒啊 啊 儿啊 你好像不认得我就是你的父亲了 哎 都已经过了整整五十年 我也变了很多 也难怪他认不出来 可是我实在没想到 他竟然会沦落到这么卑贱的地步啊 主人 你召唤我 不知有何猜浅啊 嗯 那个乞丐现的情况怎么样呢 哦 那个乞丐啊 他很安分呢 既不偷东西 也不贪图钱财 蛮老实的 是吗 那么 好 就把他给放了吧 喂 乞丐 你现在回复自由了 可以走了 哦 谢谢 谢谢你啊 你们已经把他给放了是吗 后来他去哪里的 哎 主人啊 他到平民空去讨习物吃的 是吗 是吗 既然如此 你帮我找两个看起来像是平民的人 再去把刚才那个乞丐带回来见我 嗯 真是奇怪 主人好像真的蛮喜欢那个乞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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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今天开始雇佣你们两个人 听着 你们要去平民窟 找回先前关在我这里的那个男子 如果他问你们要做什么 你就说 要雇他来我家挑粪 是 主人 我的儿子竟然心甘情愿来做那些低贱肮脏的工作 我看我要想办法就近帮他开导开导 嗯 好 就这么办 于是 傅商想了一个法子 要去亲近那个穷子 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手里拿着除粪便的工具 交代 手里拿着除粪便的工具 交代所有的用人继续持家勤坐 便向穷子的住处走去 喂 你 过来一下 哦 什么事啊 你不会嫌弃这个悲劲的工作吧 不 不 我不在乎 因为我就是个卑微的人 所以我很习惯这个工作 嗯 看起来你也不会傲慢 也没有不当的行为 又诚实 嗯 不虚伪 我是打从心里喜欢你 我看 这样吧 你就把我当做你的父亲 而我 会把你看成是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你觉得怎么样啊 啊 好吧 好 经过数年后 喂 你看 那个男子工作的真正很卖力呢 嘿 听说主人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并且还让他自由出入呢 可是 照理说 如果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 怎么这些年来 都让他住在简陋的小毛屋 又叫他挑粪呢 哈哈哈哈 哈哈